我們先開旁邊的 應該是春麗啦 應該是春麗 難道這個謠言是真的嗎 欸? 謠言就是說 通常第一次占卜 就會中你選的角色 來 阿伯我來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BAY阿伯 那麼今天呢 我們這一集非常的重要 我們要來跟大家講一下 鑽石我們要花在哪裡 好那麼在影片 開始之前呢 不妨先幫阿伯點一個讚 訂閱並且開啟 小鈴鐺 你就可以收到阿伯最新資訊 然後我們就 鑽片開始 好那麼首先呢 先來跟大家聊一聊 有相當多的觀眾一直問阿伯說 欸阿伯阿伯你鑽石存這麼多 到底是要花在哪裡 其實我算是一個平民玩家啦 我也不想要花到一個太多錢 所以說我的鑽石就是有限量的 那麼如果最好的情況下 我們最好是把鑽石留來抽占卜喔 那麼在占卜這邊呢 我們可以自選一個你想要的一個卡 例如說我們設為這個Vega 那麼你就有2%的機會可以抽到 他上面是寫2%啦 那通常這個幾率都會比2%還要高 這是很多人來做的一個反饋喔 那阿伯這邊呢 不是叫大家來抽Vega喔 阿伯是覺得說可以把鑽石留來抽以後的一些 非常OP的角色 因為他一定會一直出新的角色嘛 有時候都會出一隻非常萬用的一個角色 例如說我們這個鑽石 如果你抽出來的話 就蠻不錯的 那麼可能有人就會說 欸阿你平民你也養不起阿 你要13隻14隻的一個鑽石 其實說真的 如果你把這個鑽石都留在弱石上面 然後我們的占卜呢 也去抽弱石的話 基本上慢慢養都可以養得起來喔 但是呢也不能說 你屯資源然後去抽弱石 就是最好的一個方法 我絕對沒有這樣說 我覺得主要看你玩這一款的遊戲 你的心態是怎麼樣子 如果你想要蹲你想要玩的長遠的話 阿伯就會建議你說 把這個鑽石啊 留來抽以後的一些OP角色 或者是現在的弱石 如果你對這款遊戲 你就是喜歡那種爽玩 然後玩個三個月 就準備換遊戲的這種人的話 那麼基本上 那你鑽石就是留來之後 就直接抽一個占卜 我們17隻40通過之後呢 車庫就可以開了 不過他還有另外一個條件 要一個3S的格鬥家 這個蠻尷尬的喔 那就變成說如果我不生出這三個 我就會卡 那我是因為拍片需求 所以我覺得 我必須要抽一下 因為我要去幫大家做一個探路 那假如我今天不是要拍片的話 我一定會存我的個性 我不喜歡一直換遊戲 其實一直換遊戲還蠻累的 好那這邊整理一個結論來給大家喔 那我們的鑽石最好就是存著來抽占卜 那抽占卜呢有分兩種抽法 一種呢就是你要蹲 那麼就是把這個鑽石鎖定以後的神魔角 以後會出一些OP的神魔角 更OP的對不對 那麼第二種呢就是我喜歡現在爽 我不想要蹲喔 我可能玩個兩個月 出下一款遊戲我就跳了 等等之類的喔 像是這種玩家 那麼你就可以鎖定 鎖定什麼 鎖定你的主力輸出 例如說你我練春力 我就是直接抽春力 不會去抽其他的 那麼像 要不要去抽瘋狼 要不要抽瘋狼 我就覺得沒必要 我們先把主力養好 那剩下多餘的鑽石 還是建議說要把它給留起來 那麼可能有人會問阿伯說 那我這樣子蹲著會不會繳嗎 那我覺得你就再把這鑽石 存個幾天再蹲個幾天吧 阿伯要準備抽給大家 阿伯要準備上去了 那麼上去之後呢 會給大家一個比較精準的答案 那聽說啦 抽到的機會相當的高 好 那不知道套用在阿伯身上 真的有這麼高嗎 好馬上就來抽了 阿伯 氣 欸等一下 我想說 花個三萬鑽 讓我抽到三隻春力 我要求就這樣而已 我沒有要求太多 好不好 平均一萬鑽一隻春力 好不好 阿伯 氣 再來 有金色的 春力嗎 春力 我們先開旁邊的 應該是春力阿 應該是春力 難道這個謠言是真的嗎 欸 謠言就是說 通常第一次占卜 就會中你選的角色 來 欸 蛤 所以說 這個都市傳說 好像真的有一定的可信度 欸 那麼現在阿伯還缺兩隻春力 再來喔 欸 不過其他東西 超級爛 真的超級爛 沒有看到有加經驗的這個 24小時的 這些東西基本上就價值多少啊 就等於說我是花了差不多 4500鑽到4000鑽 去買到這個春力 整體來說算划算 但是沒抽到的話 這樣就蠻幹的好不好 阿伯 氣 再 來 再兩隻 再 欸 又有金色的 又是春力嗎 欸 不是 它不是有金色的嗎 喔 金色 是這一張喔 不會吧 嗯 嗯 不是春力欸 是這一張 這一張也會有金色的喔 哇那這邊 等於說 我花了 5000鑽去買到一個 雷系的 雷鳴招待券 整體來說跟你去抽這個 卡池也是差不多啦 你去抽那個 欸 其實比較差一點 你5000鑽去抽 普通的卡池 差不多就是可以拿到一張A 還有很多的B嘛 還有很多的B角嘛 對不對 好 再來喔 阿伯 氣 再 來 春 春起來 春起來 各位 有了 這閃光 閃光就是了吧 對吧 唉唷 還有一隻 風系的招待券喔 驚艷 不錯 來了 各位 觀眾 春 剩下最後一隻了 對不對 我先去把這個招待券給他抽起來 搞不好那這一張招待券 就直接出春力了好不好 阿伯 各位 各位觀眾 春 春 來了 直接把這個鑽石給 神 氣 來 春 幹幹你的瘋狼咧 欸不對喔 不要幹他 先別幹 我們這邊可以把他絕上去 對不對 欸我先看一下應該沒錯吧 呵呵 我要兩隻這個A加的嘛 對吧 兩隻A加的 那還差一隻 就差最後一隻了 因為這邊還有一隻春力嘛 欸 怎麼做一隻 喔這邊還有一隻 沒錯 喔還差最後一隻 那這邊呢 我們覺醒之後 可以到圖鑑這邊 再領個 領個一張 領個十個 那麼十個呢 我們又可以再抽一次了 看能不能把這個錢 給他神起來啦 春力 各 衛 關 眾春 Delsing Delsing不錯啦 Delsing的話我們的 Delsing就可以上到S加了 對阿伯正愁說 我的這個等級突破不上去了 好那麼我們這邊就把這個 Delsing上到S加 還不錯 還不錯 中洞自摸 欸沒有中洞自摸啦 就是 這個 放炮有沒有 沒有贏那麼多 但是 還算可以 還算可以 欸我們這邊有什麼新的形象喔 風狼 A加品質 我們來把這個 支援領一下 好 來 所以說阿伯要再去占卜了 是不是 要去占卜了 再來喔 阿伯 氣 再 欸 這是 兩萬是不是 第四十抽了嗎 氣 再來 春起來 拜託 這一次就 就給我啦好不好 亮亮亮亮 亮起來 亮起來 看你老師欸 欸 這樣應該就是沒春麗 欸 他那金色咧 哇靠 連一個A角都沒有喔 所以說這金色 就給我這個喔 稀有配件一個 是不是 我的天 哇 虧爆 好 再來就是兩萬五了嘛 阿伯 氣 再 來 金色金色 亮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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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了 兩萬五 抽了三隻春麗 應該 欸 還有一隻火的欸 這樣就很明顯了吧 這個整體占卜來說 是不是 比我們去抽一般的卡池 還要划算呢 來 各位觀眾 春麗 好 那我們就來把我們的春麗 上到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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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來了 哇 見證奇蹟的時刻到了各位 OK 那我們的 3 S的春麗 就 要 出 來了 我們來看一下可以加多少的攻擊力 欸 才加 1700 不是吧 才加1700 哇 非常的欸 阿伯要直接 往上衝上去囉 這個 關卡 要直接往上衝了 然後阿伯會 近期的 趕快再拍一支影片 來告訴大家 到底 要比要抽 好不好 那吃庫的部分 部分呢 我們等這個下一集再跟大家介紹好不好 講話都已經講不好 太緊張了 你知道嗎 現在手還在抖 心臟還在跳 欸 對啦 心臟本來就會跳 那不然 不跳不就掛了嗎 好啦 整體來說非常的划算 這個占卜 大概就是8000隻 欸 8000 8000鑽 可以抽到一隻你想要的一個角色 那麼這邊比較有疑問的地方 就是阿伯質疑的地方就是說 因為阿伯是選的是3系 雖然說他上面是寫2%啦 但是我覺得3系可能會比較好抽 那如果我們去抽神魔的話 可能就沒有那麼好抽了 我覺得可能就沒有那麼好抽了 就沒有像現在大家看到的 好那麼阿伯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這邊之後 還會陸陸續續的新增更多的攻略影片 來分享給大家 記得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 你就可以收到阿伯最新資訊 那我們就 下集再見 拜拜 不過在GTA裡面三寶這麼多 有這台車應該也是算蠻不錯的啦 對不對 也是非常的快喔 我們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台車也是可以開到很快的喔 別撞喔 不要玩火自焚啦各位 喔 太舒服了啦 愛不赦手欸 天啊 衝啊 呼呼 對 這樣子撞一下別人的車 我們就可以轉過去了 本來轉不過去有沒有 好慘喔 這台車真的太厲害了